嗨 大家好 我是在义乌做声音的小美鸭 当你们看到这期视频已经是三天后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断根了三天了 你们很多人都在给我留言说 为什么我不更新了 是不是来义乌做电商就不做自媒体了 不是这样的 你们看我的标题就知道了 这几天我去当主播去了 应聘主播去了 因为我妹妹她们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学就一直没有开学吗 她们就想来找暑假工 她们就在网上找到了义乌当地的一家直播公司 来应聘主播 她们在网上就是已经聊好了 直接来入职的那种 结果她们来了之后 我对义乌比较熟 我就带她们去 这三天时间 我就是一直在陪她们找工作当中 这三天时间竟然一直在找 就证明她们开始联系好的那一家黄了 就那个直播公司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我就是来吐槽那一家直播公司的 可以让你们想去外地上班 那是有从来没有上过班的女生 或者是想出来打工 也没有从来没有打过工的女孩子 来做一个参考 或者是想当主播的女孩子 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真的 如果我妹妹她们不是因为我在义乌的话 她们就会被骗了 真的差点被骗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本来她承诺的工资蛮高的 我们去应聘之后 就工资就变成了三千五 本来是包吃住的 结果就变成了包住不包吃 好这些我们都忍了 毕竟是暑假工 包住之后 本来是她们出宿舍的 就变成了没有宿舍 叫她们自己去租一个房子 公司愿意承担一半的房补 比如说一个房子租到800 她们愿意承担400块钱 这样婷婷也可以接受 因为她们有三个女孩子 三个女孩子相当于一个人300 就900块钱 也可以租在一个很好的房子的 也不是特别多 那么问题来了 问题是那家公司 有一点偏特别偏 附近就是租房子就两公里以外 就不好租 因为都是厂房 那个老板就给她们推了一个 中介的租房子了 租就租吧 一来就叫我妹她们快点交钱 交押金怎么交1600 叫我妹她们先交钱给她租房子 1600 然后那个老板是要发工资之后 才把那个房屋给她们 这样一听傻子都能听出来吧 肯定是被骗了对不对 她们先问我 就肯定是被骗了呀 要么就是为了租房子而租房子 就是为了租房子 那个黑中介一起 要么就是这个直播的 说不定她这个直播公司都不靠谱 还有一点最想吐槽的一点 本来说包教学包什么东西 什么都包 就是说的天花乱坠的一些直播公司的 招聘广告 你们应该都看过吧 什么跳舞啊 唱歌啊 学技术啊 各种各样的 结果呢 压金一千块 然后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 如果说你做不了那个主播的话 还有其他的工作 你也能做 在他们公司 可以做销售 就是推广他们的直播公司 来接客户 一万个单 你可以抽两个点 百分之二的点 就是两百块钱 一万块钱 你可以有两百块钱的提成 神经啊 就是去帮他们推广他们的店 就本来你是音频主播的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除了要自己租房子之外 你还会变成了一个工资 特别低的一个销售 你们能听懂吗 就大概这个意思 我真的特别的想说一下 那个公司 什么公司 就在义屋 其实在义屋这种叫公司 特别特别多 而且是依靠这种赚钱 租房子的黑中介特别特别多 这期视频真的是 我真的是太想吐槽了 如果说你们想去外地上班的女孩子 或者是在网上联系的 那种公司的女孩子 不管她形容她公司有四五百个人 还是怎么样的 你们都不用去相信他们 你们只有去当地看到了 直接去能去上班 你们再去上班 不要觉得说 人家说人家公司有四五百个人 你们就相信有四五百个人 那些都可以乱写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就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 我这三天到底去哪里了 也算一个交代 因为也没有什么可拍的 也算是一个经验分享吧 就是求职路上走过的坑经验分享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应该就会更新 我自己在做事了 就是创业 那么也不算创业吧 就是做生意吧 做小生意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